比如说老板突然给你工作,请你帮我统计一下 这个销售量,这个人他的销售量158 然后我希望如果说他只要超过100的就给一颗心 200的就给两颗心,400就给四颗心 也就是后面的部分不管他 那你要怎么做呢?很简单嘛 可能有同学想说,很简单啊,我就把这个copy起来 然后贴上,贴上几个,贴上一个 这贴上几个,贴上两个,这贴上四个 这没有,这贴上四个,对不对? 那可是你想说,还好我们公司员工不多 不过突然老板再多给你500个 500个员工叫你统计 你可能统计完,你头昏脑胀了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都要看 所以就是你如果主法练钢,真的是太安慰时间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请到一个函数 叫REPT的函数 他就可以马上帮你全部一下做完了 不需要,他会帮你做什么,帮你判断 你不需要用人工来判断 学习ESEL就是他会自动帮你判断 所以你不要傻傻的用那个土法练钢来做 那首先的话,要怎么做这一题 第一个,请各位开启那个我们的练习题 有没有,里面的话就会有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2的这个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我们是用ESEL 这个是ESEL2003 或者你干脆可以把这个也可以改成2010 也可以 那没关系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各位可以切换到底下 那底下这个就是所谓的工作页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照这样的切 那请各位切到REPT这个页面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就这一题 那等级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如果要重复做一次给各位看 上方,游标请各位先放在C3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上方有个插入函数 REPT是一个函数 所以在按下插入函数之后的话呢 请你找到全部的函数 全部函数 它预设是最近使用过,请你把它改为全部 在上方呢,你按下一个R开头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打一个RE好了 打一个RE 而且要连续的,会找到REPT 这个就是所谓的函数 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会告诉你说,这个REPT主要用途是 这个地方会需要给它一个文字 Test就是文字 然后它帮你重复几次 OK,底下有个说明 我试一试给各位看一下 找到REPT之后,按一个确定 接下来呢,它会跳出一个视窗出来 请问一下,你要重复的Test就是文字 在哪里?在这里 C1,有没有,点一下C1 它就跳过来 旁边就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一颗心 那几个Number 你就选销售量 那不过销售量,你点下去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呢? 158 158颗心就错了 所以要怎么样呢?除以多少? 除以100 除的话是这样的 除以100 除以100之后的话呢 就会出现1.58 那不过1.58 它只会看整数部分 小数点不用看 所以呢,没有1.58颗心的 只有一颗心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自动怎么样呢? 帮我增加一颗心 那我把这一颗心置中一下 上方有个置中 对不对? 那你也想说 我要怎么样快速完成 假如底下有500个员工的话 我往下填满 特别是要移动到 这一个储存格的右下角 会变成黑色的十字 有没有? 请你往下拖拉 它会自动帮你全部一起做完毕 不过做完毕之后 会有个错误产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公式的时候呢 记得 上方有没有 这个再把它插入函数一下好了 它会就跳回来 你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因为呢 我们自动填满的话呢 这个C1 如果你向下往下填满 它会变成C2 自动会帮你增加一号 如果你要把它锁起来的话 不要增加 你就固定在C1的话 请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C1的中间 按一下一个F4 F4就是前后出现前的符号 就是把它锁起来 这个时候呢 你向下填满呢 它就会固定怎么样 都会指向C1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C1不会增加号码 按确定之后 OK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再往下填满一下 你会发现结果就帮我做完了 你会发现 两颗星 四颗星 而且你不需要用人工来判断 那如果说500个员工 你就往下填满 马上就可以跟老板长说 我做完毕了 老板说 太好棒了 好 那我还有事情再继续再交给你做 你效率升高 那继续 那当然老板会赏识你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我想第一个 REPD的这个函数的使用方式